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有請 老保局羅總經理 老保局 羅總經理好 我們現在知道你有 發出一個禁買令 禁買冷門鼓 無非就是要避免 這些經理人 去養小鬼 什麼叫做 冷門鼓 你認定的標準 平均5日的交易量 就是過期 20天裡面 平均每5天的交易量 都不到500張的 都不到500張的 那一類股票 這類就叫做冷門鼓 沒有我們沒有叫它冷門鼓 那是記者寫的名稱 我們只是叫它 因為我們控制流動性風險 因為股票成家少的時候 就算賺到錢要賣也難賣 所以我們是控制 流動性風險 那這個其實不是現在做的 這是在去年營正發生的時候 所以你著眼的是流動性 對流動性風險 你沒有去著眼到前瞻性 這個坦白講 這個當然是 這一個部分 黃币的考量 會比後衛的考量多 其實因為我們委外的 不是很多 目前大概三四百億 其實可以買的標的 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們覺得說 少買這一些 也不見得對它跡下影響多大 但是 會狂獨 某些 容易造成弊斷的問題 這也是去年營正案發生以後 做了改革 那 不是現在來發洩的 是今天有報告上有這一點 那記者看到報告上有一點 這樣對我們台灣很多 新興的一些中小型的 科技公司 研發公司 會有多大的影響 你有沒有評估過 這 以往也都沒買 其實以往 從我們委外以後 買這一類的 本來就很少 大概占不到一趴 就是我們委外金額的一趴 所以 不買這個 我覺得影響也不太 但責任不在乎 我們 要買他們 你知道我們台大 成大很多畢業生 研究生出來以後 他開一些小型的研發公司 有些他有錢請 然後 他的股票也希望有人買賣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 把它當成小鬼不見得 他可能是小精靈 小神仙 所以也不能夠機械化去操作 那你這樣的一個 進買令 那個影響的層面 你有沒有評估過 我各位報告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 我們最常 最常委員知道 我們去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五億 十億股本 以下不能買 後來大家也是很多意見說 其實小型股裡面也很多很不錯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它取消 要用這個取代 但是我們有去看 過去我們沒有這個以前 其實買這一類股票的 本來就很少 我們自己不會買 那個投信公司 本來委外的 他買來很少 所以我們不認為這個對市場會造成多大影響 我們才做了這個決定 其實關鍵就在於忠實義務 也就是經理人 他到底有沒有進到他的忠實義務 去替我們國家 替我們基金 去炒到一個最適當的投資標的 所以就您的專業有沒有辦法說 去設計出一個比較有彈性 又能夠去讓他 投資到正確的標的的一個方法 還是一定要用這樣一個 機械化的一個 一個判斷的標準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困難的地方 我們當然希望什麼都不要管 可是他不管以後 某一個股票出問題的時候 每個人的問題 為什麼做股票你也讓他買 不能不管 要有效管理 對 所以我們就在拿來這個分寸 但是這一個部分 雖然我們有這樣的設限 因為本來他們就很少買這種 所以我覺得影響是非常少 因為影響不到他原來有買的標的券 就百分之一 就只有百分之一的標的受影響 沒有 曾經有買過的人 我們委託的投資 曾經有買過這種股票的 那個金額不到百分之一 所以看起來影響是不太大 好 謝謝總經理 那我們現在請回座 我們請這個金管會的王副主委 王副主委 副主委好 以前當教授的時候 跟你請教多一些問題 那麼 那時候跟您請教問題是營證案 在營證案發生的時候 那我那時候 也召開記者會 我認為在台灣的金融法制 信託法制健全之前 我們暫時不要委外 那 我們金管會立刻跟我 說No 還是繼續委外 那麼現在也陳平 日勝證券 這個陳平 陳平愛也發生 那當時您在當教授的時候 有提出很多的改革方案 我覺得非常專業 那你也是因為這樣而 被嚴覽為副主委 一定是因為這樣 因為你跟馬英九沒有任何關係 對不對 一定是專業的 那我現在就請問 您認為營證案 陳平案一再發生 就你的專業 你現在有沒有一個副案 要來解決它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其實金管會也已經有很多的部分在 工作在進行 包括說我們重新去檢討委外的機制 還有在這個 我們不以單一經理人去領導那個團隊 而是以團隊的共識決 要建立核心持股 包括我們剛剛其實也有提到說 可能在這個策略上 在委外的方式上都可以做一些改進 然後在未來的這個基金監理 基金經理人的監理 還有各個通報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改善的一些動作 好 那這個 你剛才講 團隊這一點 這是我當時在開記者會 我講的一個重點之一 那時候 國外委外 那個獲利情況 比國內的情況還好 那麼 國外的這個投資經理 這個信託投資公司規模大 所以他很多都有一個制度 層層結智 那我們台灣 規模小 一個人就做了決策 我要買什麼標的 只有我知道 怎麼處理他就有辦法去無軌搬運 所以我們用團體 要求他團體 來做決策是對的 那就這一點 你們能不能講具體一點 怎麼樣要求他團體 也就是說他 必須要 他的 上司 經理上面 副總經理還是 總經理必須要怎麼樣 層層結智嗎 還是怎麼樣 這個部分我們請王副 王副局長來報告 好 主席委員 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現在推動的這個 所謂的團體決策 或是核心取股的概念 就是請投信 他在他的內控制度裡面 就是說 他在選舉個股的時候 這個可能要有一個研究人員 先對這個個股做了一份研究報告 然後提到一個會議裡面 然後經過這些會議 所有的人的團體決策 認為說這個股票是可以納到他的 所謂的核心持股的 那納進來之後 那基金經理人 只能從這個核心持股裡面去選擇 他基金可以投資的個股 然後另外還要搭配一個封控的系統 就是要有一組封控的人員 他隨時要針對這些已經選到資產池的這些持股 去做封控的追蹤 那一旦呢 他不符合這個可以投資的標的的時候 封控人員就會來把它從這資產群裡面拿出來 那就是說這樣的一套的一個制度呢 我們現在正在推動中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那麼現在就是說 你們推動當中除了個人的經理人 他投資私利有責任以外 這個會議 這個團隊有沒有團體責任 有沒有團體責任 也就是說我們當初是開會 把這個某幾個股放進這個 投資的標的池裡面嘛 結果放錯了 我們當時共同決策錯了 把不白放進去的放進去了 讓這個經理人選啊 造成虧損 這個時候有沒有團體責任 根據我們投信投顧法 我們是有規定 他整個一個基金的一個投資決策 必須要有一個四個步驟 那先是要做研究分析 然後做了投資 就這個等於做了研究分析 那到資產池裡面之後呢 基金經理人從這資產池再選個股 這個每一個步驟呢 他都必須要留下這個書面的報告 那我們會從這個書 然後這個書面報告必須要有 由他的這個複合的主管來經過複合 所以呢 未來我們再看到這個 當他投資個土產生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個投資 這個相關流程的報告呢 就是會調過來 調閱過來看 然後再看他的投資報告裡面 是不是有善盡他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務 還忠實義務 然後來判斷說他是不是有違反規定 然後如果說有違反規定 就做進一步的處分 那如果有涉及到民事賠償責任的話 就請公司要提出賠償 所以你們現在是用這種民事賠償 還有這個刑責來處理 那麼其實那個團隊還是沒有負團隊責任嘛 必須要有負團隊責任才會有時效 也就是說 除了他個人負責以外 他們開會決策的 做團體的責任 那這樣大家會比較謹慎 大家會比較謹慎 不然大家開會的時候事不關己啊 結果事情就過了 就放進去了 那到時候反而變成是 有一些經理人他會拿來規避責任 他說我這個是從池子裡面挑出來的 那是開會大家決定了 所以反而會在法律上 會變成他抗辯 他沒有違反忠實義務 沒有違反正常管理員制義務的一個講法 所以我們這一點可能在這裡 必須要這個小心 謝謝 時間到了嗎 時間到了 好 那我們謝謝副主委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李玉玲委員